2020年3月26日 身处不同时区的20国集团领导人 跨越时空 以视频方式就如何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举行特别峰会 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全球蔓延 至此关键时刻 我们应该直面挑战迅速行动 我坚信只要我们同舟共济守望相助 就一定能够彻底战胜疫情 迎来人类发展更加美好明天 2020年3月23日 习近平主席在向法国总统马克龙 致慰问殿时 第一次提出 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在习近平主席亲自部署下 中国发起了新中国成立以来 规模最大的全球人道主义行动 疫情发生以来 检测事件 中国这份恩情 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能忘记 中国向我们展示了 什么是患难之交 我们希望将来有机会 能够回报中国 2020年5月18日 习近平主席以视频方式 出席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 视频会议开幕式 他宣布 中国新冠疫苗研发完成 并投入使用后 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 为实现疫苗 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 和可担负性 做出中国贡献 让我们携起手来 共同诱护 各国人民生命和健康 共同诱护 人类共同的地球家园 共同构建 人类卫生健康 共同体 扩平攻坚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 也是习近平总书记 下了最大决心和力度 推动的一件大事 2020年 他11次出京考察 密切关注疫情之下的 脱贫攻坚战 2020年4月 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大水县金米村 考察脱贫攻坚情况 现在那个 村子里都搞那个电商服务 那个算是搞得比较好的 电商在农副产品的推销方面 是非常重要 总书记在金米村直播平台前的 点赞视频 蜂蜜全网 当天 超过两千万人涌入直播间 24吨木耳被抢购一空 总书记被网友称为 最强贷货员 你们好 你们这里的木耳很聪明啊 也靠这个木耳啊 我们脱贫之父 小木耳大产业 你这里也是啊 黄花菜大产业 这个产业还真是有发展前次 一位保护好发展 保护好产 让他作为人民群众 致富的好门 好好好 好 疫情没能阻挡住 中国人脱贫攻坚的脚步 而是打开了化威危机的新路径 2020年前三季度 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 达1.2万亿元 同比增长7.8% 对于今年全面完成啊 现行指标的复评 我是啊 有信心的 我更关心的就是 今年以后 是不是能够稳定下来 是不是呢 有一个长效的机制 就看这些基本的措施啊 是不是稳定的持续 脱贫全面小康 现代化 一个民族都不能少 我们都是携手并进 这个体现 五千年的中号文明 也体现 我们中国特色社会的制度 很高兴 很高兴 谢谢 2020年11月23日 贵州省宣布 最后九个贫困线 退出贫困线序列 至此全国八百三十二个贫困线 全部摘帽 这也标志着 经过八年持续奋斗 在疫情冲击之下的中国 如期完成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提前十年实现减贫领域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在百年大变局叠加疫情大流行的双重考验下 中国取得脱贫攻坚的重大胜利 为全球减贫事业做出重大贡献 中国对世界减贫贡献率超过百分之七十 我们愿同各国一道 合力建设远离贫困 共同发展的美好世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